吃了这个鸡腿这个夜晚注定就是以快乐告终 这就是独特的贵州烧烤的魅力 里面这个鸡肉真的超级嫩 他下这个辣椒也不得了哦 巨辣无比 这个货饭还能不好吃吗 真的你们快来贵州旅游吧 贵州的烤鸡太好吃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果子 今天是我在尊与的最后一天了 晓不晓得明天我就要走了 最后一天吃点啥 我想了半天我还是想吃烤鸡 然后今天去的这家烤鸡 是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之前只吃那一家烤鸡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一家烤鸡 尝尝味道 我要四个鸡腿 然后一份鸡腿 这个是哪个 鸡腿 哦 是鸡腿 这个是哪个买的 OK 这都会 嗯 三个一份 三个 登登 满满的一桌子 一共是一百三十几块钱 你们觉得怎么样 看一下这两个油嫩嫩的大鸡腿 你们有没有见过比头还要大的鸡腿 在尊义烤鸡里就可以吃到 哇 今天烤的巨嫩 一点都不柴子里面的这个肉啊 说是在爆汁也不足为过 里面这个鸡肉真的超级嫩 纯辣的 不是甜辣 也不是麻辣 也不是香辣 就是纯辣 带着炭火的炭香辣 那你要乘个大口吗 超几好吃 我觉得他们家哈 我就比较炸子多了 哇 看一下这个鸡腿 嗯 太好吃了 我本来点了4个 这是今天的最后两个了 结果几乎都还没有到宵夜时间 就已经没有鸡腿了 后面来的朋友们有难了 嗯 你们看一下这个鸡骨头 我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了 这是鞭腿的那一块 有点像鸭腿似的 太好吃了 真的你们快来贵州旅游吧 贵州的烤鸡太好吃了 外焦内爆汁 把你嘴巴喝一口 来 我领尝 鸡翅也烤得很嫩 今天要的烤的都是比较 不是很干的那种很柴的那种 我特别惧怕吃到柴的肉 要加蓝肥 嗯 要加蓝肥 你要加蓝肥吗 我说句实话 这个鸡腿 我人吃三个不在话下 你呢 两个 那你越胸越稠 这个是鸡胸 我估计鸡胸也柴不到哪里去 哇 这个鸡胸怎么跟鸡腿一样嫩啊 打烤的 还跟鸡腿一样嫩 来鸡胸来一点这个酱 鸡胸和这个酱绝配 你叫他加两个鸡胸 刚刚加一个吗 你说再加一个 加成两个 一个不够吃 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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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啊 谢谢老板 我又受到头位了 我待会一起给他哈 老板 登登 刚刚在旁边要的炒饭 可以派上用场的 外煮饭里面就是啥都有 刚好拿来下我的鸡皮 这个货饭它能不好吃吗 哇 好辣 啊 看一下这个鸡皮烤得焦焦的 来一个鸡翘 有没有和我一样特别喜欢吃鸡翘的人 真的鸡翘很香啊 肥肥的 辣椒边边都有鸡翘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豆腐 还是爱心的形状 嗯 肚子好吃哦 豆腐要沾满辣酱吃 这超级辣 这个酱被辣倒了 我本来准备淋酱上来的 我怕你吃不了 这个辣椒酱是有一股自然发酵的一点点酸味的 我真是突然有个感慨 这个世界上少了美食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你怎么不胀啊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我另外两个鸡翘老烤不好 我得等一等了 这会儿人很多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餐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点点关注哦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可在你们 欢迎大家来我们大贵州旅游 这里有你所有想吃的美食 好吧 拜拜 欢迎大家来贵 欢迎大家来贵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